好,大家好 我们看 这个元器件 这个元器件 叫做 桥色整流堆 桥色整流堆 它主要用于将交流电 220V 电压 整流为直流 正300V的电压输出 它内部有 四个二机关 构成 外部有四个引脚 有四个引脚 那么根据这个特性 我们 来看它的 这个外部示意图 这就是 它的外部示意图 针尖两个脚 圈起来的这两个脚 就是交流 缩落端 也就告诉我们这两个脚 有220V输入 边上两个脚 那就是直流输出端 测试这两个脚 有没有 300V 我们就可以判定 可以判定 这个整流桥 对有没有问题 就这么简单的进行判断 电压测试法 根据这个示意图 测试它的交流输入 和直流输出 这两个电压 就可以判断它的 好坏了 下面我们看 这个桥队的测试 我们通电 放到背面来 就是 这四个焊点 真正两个脚 测试应该有交流 边上两个脚 就是直流 我们看 首先测交流 那么测交流 我们就达到 万能表的交流电压档 达到1000V 最大量成 这个下面这个交流档 达到750V交流电压档 然后我们 插上电源 同电 印表笔记 点击中间两个脚 这个时候显示214V 此时的电压 是硬电高峰期 电压比较低 214V 214V 这面有电进来了 然后我们再测 整流桥堆的边上两个脚 这个 是直流电压档 那么我们拨到直流电压档 1000V 直流电压档 1000V这个档位 黑表皮 其点击 边上两个脚 注意 黑表皮接负机 红表皮接正机 因为这是有正负机的 313V 这个数字就告诉我们 这个整流桥堆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它已经把220V的交流电压整流转换成了300V了 可以判定这个桥堆是完好无损的 没毛病 我还给 Amato 先判定这个桥堆 来拿涼在简单 看看香 söyled 我们先判定是